Icon组件可以在页面上去添加微信小程序里面 定义好的一些常用的小图标 先用一个Icon组件 上面可以加上一个Type属性 它可以控制小图标的类型 比如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Success 这样就会显示一个成功的小图标 设置成Info 就会显示一个信息小图标 再把它设置成Search 表示搜索 Cancel 表示取消 在Icon组件上面我们再用一个Size 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图标的大小 比如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56 这个大小的单位是像素 Text组件可以去显示一般的文字 用一组Text 里面包装的就是要显示的文字 我们如果有一组元素或者文本要显示的话 可以去用一下RichText的这个组件 它有一个Nose属性 对应的值就是一组节点 节点可以是元素类型 也可以是文字类型 默认的是元素类型 元素类型的节点里面可以去包含HTML的标签名 比如说He,Code,BlockQuad等等 元素类型的节点里面还可以去包含元素的属性 比如说Style属性,Class属性等等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数据 名字可以叫做Nodes 然后在小程序的初始的数据里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Nodes 它的值是一个数组 里面是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对象 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Name 去设置一下这个节点的标签的名字 比如说RMG 它是一个HTML的图像标签 再添加一个ATTRS 它表示元素上面的属性 它的值是一个对象 里面就是属性 还有对应的值 比如说这个标签的上面有一个Class属性 值是Image 再添加一个S2C属性 它的值是一个这个图像的地址 保存 你会发现这个IMA上会显示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Image类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类去给它添加一些样式 在这个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先添加一个Image 去把它的Width属性的值 设置成100% 在这个Nodes里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节点 去试一下一个对象 然后用一个Name 设置一下它的标签名 这里我们用一下H3 ATTRS 表示Attributes 就是标签上面的属性 里面添加一个Class 就是一个类 名字是Header 这个元素类型的节点 还可以有一个Children这个属性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元素的子元素 这个属性的值呢 应该是一个数字 每一个子元素 又是一个单独的对象 这个子元素里面 我们再用一个Tap 去设置一下节点的类型 把它设置成Text 表示这是一个文本类型的元素 然后再添加一个Text 去设置一下这个元素里面的文字的内容 那么现在应面上会显示两个元素 一张图片 还有一个用H3标签包装的文字 我们再试一下Progress这个组件 它会在应面上显示一个进度条 表示当前的进度 可以用一下%这个属性 去设置一下这个进度的一个百分比 这个进度的激活状态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使用ActiveColor这个属性来设置 好 好 我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